來等差級數我們大概講到這邊 來下一個標題 這個國中就沒學過 來講一下等比級數 來等比級數 OK 來 冷靜 冷靜 後面到底有什麼在講 不要沒事就說別人話 這個Navy結束求和公式 同學這個重要喔 來再給他五個讚喔 來 寫上去 同學這個公式重要 不僅他問那個公式喔 你要記下來 而且公式怎麼來的 他想法怎麼想 好 那很多細節你都要考慮到 那等比級數求和公式 當然我們一開始先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有一個等比級數 那這個等比級數 我想想看喔 來 我們設計一個等比的級數 假設他的首項是1 來 那 公比是2 公比是2 好 那第二項就是2 然後第三項是多少 4 多幾項8 然後寫到多少 16 我們要求這個東西的總和 對不對 當然直接加當然是不太妥當 我們看看能不能有 比較一般性的做法 那這個等比級數的求和公式 以前課本會介紹兩到三種不同的做法 但是你現在看 不管任何的參考書或者課本喔 他都只剩下一種 沒有在其他種說法 他只留給學生學一種 那一個技巧的方法 來 你把他寫在旁邊 他是要透過一個技巧 叫做同層公比 第三項 來 寫上去 來 同層公比 然後一項相檢 這個 如果有機會你看我三年前的補片喔 我用兩個方法來講 但是現在只剩下一種 現在好像他們也不希望你們學太多 所以我們現在只講一個方法 那什麼叫同層公比 一項相檢 很簡單來 問你喔 這個等比級數公比是多少 2嘛 所以你現在把這個s 來 我們左右兩邊同層2 就變兩倍的s喔 那這個1乘上2 是不是2 那這個2 我們不要寫在這個1的下面 你把它移項 把它往後移 跟後面這個第二項做對極 寫在這邊 知道我在做什麼事嗎 然後把這個2 來 注意喔 這個2乘以2 是不是4 那這個4就寫在這裡 加4 然後一樣這裡加8 這裡加多少 16 然後再加上多少 32 那同層公比一項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做一個動作 我們把這兩排把它怎麼樣 相檢 那相檢 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完全 它中間 中間的部分會長得一模一樣 譬如說 來 你看喔 這個2加4加8 2加4加8 你看 這個部分 是不是長得一模一樣 對不對 所以他們在相檢的過程裡面 中間 加4就不一樣 這個部分 對 他們中間這個部分會完全的減掉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為什麼加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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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4加6 抱歉 抱歉 落掉 是我錯了 好不好 不好意思 好 來 這個都會減掉對不對 好 所以你看喔 s-2s剩下多少 負s 那這個首項1就放下來 這個0減掉32 所以是負的多少 32 所以是負的31 所以同學你告訴我 這個總和s就是多少 31 對不對 那當然這樣子做 你會覺得說 老師這個 這個有什麼好特別的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般的情況 我們來看一般的情形 來仔細聽喔 所謂一般的情形就是這樣 我現在考慮一個等比幾數 首項叫做A1 來仔細聽好了 來第二項叫A1 乘上R 第三項叫做A1 R平方 加點點 一直加到DN項叫做A1 乘上R的幾次方 N-1次方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現在做一件事情 我們同乘公比 所以會變成R倍的什麼 sN 那A1R我們就把它寫到這個地方來 A1R 然後這個乘上R變A1R平方 可以寫到這邊 可以嗎 加點點點 加到這裡是A1乘上R的N項1次方 後面還有一個 後面那一個叫做誰 A1R的幾次方 N次方 會這樣寫會太快嗎 不會 不會 我照著課本教 因為課本也是這樣寫 那現在我們把這兩個怎麼樣 就相減 就真的去減 去減它 那減的時候 同學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 這個A1R跟這個A1R會怎麼樣 減掉 這個會減掉 這個對應的位置就不見了 可以嗎 來 那現在同學這兩個相減 SN減掉R倍的SN 大概看到SN 所以我們可以把SN怎麼樣 等Y 這邊這邊 E減R 這樣減會不會太快 不會對不對 來 知道我們要做什麼嗎 一向相減 那這裡的A1 這裡沒有東西嘛 對不對 沒有東西那就直接把A1擺下來 減掉0 來 那這裡是0減掉A1R的N次方 所以這邊是減A1R的幾次方 N次方 那我們現在再把A1怎麼樣 把它往外置 這邊變D減R的幾次方 N次方 可以嗎 好 那寫到這邊之後 我覺得那接下來 我們怎麼去考慮這個問題呢 接下來要分兩種狀況去考慮 來第一種狀況 第二種狀況 來我喝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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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裡 來團團團你看 哈囉 現在我們要得到這個前N向核 哈囉 要得到這個公式對不對 團團我是不是現在要考慮一件事情 把這個E減R把它怎麼樣 要把它除過去 可是同學你知道 你要把它除過去擺在分母那個位置 你一定要小心 R不會是E 對 因為分母不能是0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把這個問題 分成兩種情況來考慮 第一種情況是什麼 當這個R不是E的時候 當公比不是E的時候 公比如果不是E E-R就不會是0 所以這個時候SN他就可以寫成 1-R 來1-R分之A1乘上1-R的幾次方 N次方 來請把這個公式寫上去 等比極速的求和公式 這公式非常重要 每個人都有背 每個人都會背下來 那當然你也知道它是怎麼來的 那我們在背的時候 同學我們當然不是去記這個符號 我們通常建議學生怎麼樣 記那個中文 同學這個中文這個怎麼記 來寫一下中文好不好 E-R 同學這個R叫什麼 公比 E-公比分之A1叫做什麼 手項 來 E-公比分之手項 乘上E-公比的什麼東西 像素 對 像素 同學注意喔 有些學生都會說 E-公比的N次方 其實那個N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 題目在設定上 有時候那個N跟你想像的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通常會建議學生 這個次方你不要記N 這個次方你要記什麼 像素 它到底有幾像 所以來這個地方你稍微寫一下 你就寫像素 你不要寫N 這個建議同學可以這樣記 所以我想一個等比極速的求和公式 同學我已經出來 這個要記下來 1-公比分之手項 乘上1-公比的像素次方 這個注意一下 這個要記喔 這公式要記 來 你先寫 我們這裡速度不要搞得太快 趕快寫 趕快寫 因為這博都沒學過 來 第二個情況 哈囉 來 同學問你喔 第二個情況就是 如果這個公比等於1 來 那我問同學 公比如果等於1的時候 同學 那你看喔 公比是1帶進去 這個左邊是不是0 右邊是不是0 對啊 它相等 對不對 可是同學你知道公比等於1的時候 代表這個等比數列 它的每一項都怎麼樣 都長得一樣嘛 所以它的第一項叫做A1 第二項也是誰 也是A1 一直到最後一項 通通都是誰 都是A1 因為它公比是1 對不對 有幾個A1相加 N個A1 有N個A1相加 所以當R等於1的時候 它的核就是誰 N倍的A1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知道了 公比是1的時候 這種情況你要另外討論 知道我的意思嗎 好 了解 來 先把這個寫在你的筆記本上 那我們就透過課本裡面的一些問題 來讓同學做個小小的練習 請你翻開課本21頁 來 我們要用課本的題目 來帶同學看這個東西 翻開你的課本 到21頁 我們看那個練習題的第二小題 這個第二小題它說 有一個等比數列首項叫做誰 叫做3 來 它的公比R是多少 更耗2 對不對 然後看到你求前12項的核 同學 前12項的核 我們現在來寫S12 同學我們就直接帶公式 來 這個公式 我們一起做一次好不好 來 1 減是什麼 1 減公比 就1 減更耗2 分之首項叫做3 乘上1 減公比更耗2的幾次方 12次方 它總共有12項 可是你不要小看這個東西喔 我跟你講這有些學生還會算錯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這個1 減更耗2 你等一下還要做有理化 你做有理化如果不小心 那正負號搞錯 這一頂會把握 來 你算一下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嗎 這應該不難吧 難啦 這很難嗎 來 這1 減更耗2 這個是3喔 所以1減 所以更耗2的12次方 這個你會嗎 更耗2的12次方 更耗2就是2的2分之1嘛 好 然後指數率來 12次方 所以它是2的幾次方 6 2的6次方 是60多方 64 所以1減掉64 好這個 稍微算一下 好 所以它會變成 來變成 這是負的63 負的63乘3 所以是負的189 所以這邊變負的189 然後分母是1減多 更耗2 那我們在考慮做什麼話 做有理的話 分子分母同乘1加 更耗2 來 1加更耗2 對不對 同學那這個時候 你告訴我分母變成多多 分母變成負1 那分子變成負的189 是乘上1加更耗2 所以最後你的答案應該就是多少 189乘上1加多少 更耗2 其實這種題目有點無聊 它就代公式而已 就是代公式而已 對 那公式怎麼來 同學你要清楚 公式怎麼來你要清楚 來你先看一下 寫完這兩題還OK嗎 很基本的題目 喔 不行啦 我覺得有一天你可能會在課堂上往生 安提你有沒有在課堂上發表過 你有沒有發表過 我從上一屆開始就沒有升過氣 就是我覺得 我讓自己的修養就變得更好 上上屆我有升過氣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脾氣比較不好 他學生上課不乖就會罵他 但是現在我脾氣比較好 不會這樣子 來 我現在 我需要你的席座 我們再做一題 好不好 你翻開席座 我給你看一個題目 嘿 好啦 安靜嘛 來 米嘴米嘴 來 你席座翻開到第六頁 第六頁 我讓你說這一題就好啦 我知道你 對 老師 那個三條過來的那個 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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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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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 第四個點下 沒有啦 這個是之後我才會教到 這個叫Sigma 大概後天吧 後天看有沒有機會找到他 我現在用你們做的 哈囉 第二題 你現在做第二題就好 這個第二題給他一個讚 你現在課堂上把它寫出來 哈囉 來你現在寫 他說給你一個等比數列 好 等比數列 首項是三公比是二分之一 然後 S8代表他前八項的總和 所以他現在問你說 那個S8 介於哪兩個連續的正整數之間 這一題簡單 一個讚而已嘛 所以你只要帶這個公式 小學 一減公比分之首項 乘一減公比的像素之方 把S8算出來 算一下 其實你也不用真的算 你就是 稍微估計一下他的一個範圍就可以了 然後你就應該可以知道 他在哪兩個連續整數之間 小學現在請你做這一題 好 當做一個小小的練習 寫一下 好 其實這一題S8 就是一減公比 小學公比是誰 他好講 二分之一 一減公比二分之一 分之首項是誰 三乘上一減二分之一的幾次方 八次方 對嗎 同學 你寫的跟我寫的是一樣 是 對不對 那三除以二分之一 這個變成多少 六 乘上一減 同學二分之一的八次方是誰 六四分之一 好 喔 答案是 同學 二的八次方是誰 二百五十六嘛 就是十六的平方 所以這個是二百五十六分之多少 五十六分之一 五十六分之一 答案是誰 所以同學我問你嘛 一減掉二百五十六分之一 同學這個就是 這個算出來的數字一定會比六怎麼樣 小一點點 所以這個時候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答案應該是第三個選項 比六小一點點 好 比五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還OK嗎 好 謝謝各位同學 這個 謝謝 董紅一直要發神經文不想講 好 同學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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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